欢迎来到今天的云端世界 今天是4月15号 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 不过就是一个要过去的日子罢了 不过对于北韩 这只是一个非凡无比的伟大日子 因为今天正是北韩领导人 也就是建国的创地造者 金日成的105岁生日 在北韩之叫做太阳日 那可是非凡无比 因此一定要大肆进驻 至于铺张要到什么程度 可以来一场大阅兵 或者是试射飞弹 或者是进行第六次核子试报 或者是三样权作 不过这每一个可能选项 都有导致全面战争的风险 的确此时此刻 美国跟北韩的剑拔弩张 已经让双方是站在十字路口 接下来任何可能的选项跟发展 双方已经是狠话讲经 动作进出 甚至中国两国的外长 还必须昨天晚上紧急通电话 就害怕这两者当中的任何一方 会来个先发制人 今天全球都在关注 北韩要怎么过这个太阳节 到现在为止所观察到的 是金正恩穿着一身西装 兴高采烈的教育三军 同时展示新的飞弹 同时也带领着全球 两百多名特别请来的记者 看了市区的新的市政建设 难道所谓的一切的重要讯息 就是这一切吗 北韩难道可能真的是在 外界压力下有所收敛吗 今天还没完全过完 我们看看来自于 北韩平壤的报道 就在今天 4月15号金正恩阿公金志成名诞 105岁这一天 他大举阅兵 9点23分金正恩现身金志成广场 总理和北韩二号人物 崔龙海一左一右 金正恩一站上舞台 仪式正式开始 军乐队奏乐 北韩陆海空军接连登场 走过金正恩面前 向他致敬 挥避抬腿 钢剑有力 北韩军人拼命 踢正步 超级整齐 紧接着 舒千军排出太阳标志 因为4月15号 北韩人又叫太阳节 飞机在天空耍花样 飞出数字105 纪念金日成105岁周年这个大日子 北韩特帝在阅兵前两天 广要40家国际媒体 130多名记者 立临平壤 两个半小时大阅兵 这次规模更胜以往 北极星二型潜射导弹 可在核弹头禁边美国 金正恩口中世界级的作战武器 首次曝光 果然一出场 震惊世界 这场大阅兵虽没有任何一国元首 就连中国也没派出一名高层参加 但展现军威 嚇阻美国 让他龙心大悦 笑得像个小孩子 曾预告将有大事发生 看来根本没事 无非就是要大家都看他 群球媒体都被他摆了一道 而在阅兵前夕 金正恩更是杀费苦心 这星期他几乎天天露面 是为阅兵 做足准备 还是故意不甩美国恫吓 刻意高调曝光 就在大阅兵前一天 他大驾光临平壤闹区 号称令世界赞叹的黎明大道 和这栋70层楼平壤最高最新的住宅大楼 只花一年完工 北韩派出空拍机拍下着壮观的一幕 金正恩跟视为得正亲自剪彩 然而金正恩始终没说一句话 只停留20分钟立刻搭黑头车 及时而去 小心再小心 就怕在这光辉四月 北韩人最幸福最快乐的一个月 有个闪失 而四天前 他更在万寿台议事堂欢庆登基五周年 只见他老大跨步进场 表情不耐 串林六百多名官员高举党员阵 美国在这时刻把卡尔文森号航母群 开到他家门口 但他也是这副老神在在 没再怕 到时隔天 北韩国营电视台主播 连番上阵 放狠话 美国骂他是疯狂胖小子 金正恩回呛 他们是败类 只会在背后说三道四 例行的射射飞弹被当成是挑衅 简直荒谬且无耻 如果美国想打仗 北韩奉陪到底 罵人带脏字还不够 还要在公开场合大声骂 在平壤闹区架起一座电视墙 北韩人就坐在大街上 听主播大骂南韩是走狗 又骂日本不知死活 金正恩跟一反常态 接连举办国际赛事 三月底开始 亚洲女足资格赛 在平壤开打 六云节年度马拉松从金日成竞技场 勉强开跑 来自四十多国一千多名路跑好手 齐聚平壤 虽不是第一次开放外国人参加 但十公里路跑路线 跑过金日成广场开悬门 最后又路过主体思想塔等重要历史地标 还能跑进市区 实在少见 前见北韩狂人的国际宣传站 动员到最高点 金正恩早在这时候 就广邀首批外国记者 到此采访 为四月的幸福月暖身 明镇美国大军压境 数千人却聚集金日成出生地 气氛异常欢乐 让曾到平壤 多达11次的CNN记者雷普利认为 超级怪 CNN还特别到了 首次曝光的革命博物馆 眼前所及金正恩骑马英姿 还有父亲金正日和爷爷金日成的 巨大肖像 超过120间房间 里头却直摆 组存三代的照片和记录 博物馆最尽头 还有这段北韩人夸张哀悼 金正日的影片 连陪同的导览员 也马上入类 这造神运动真不是盖的 还没合适就让全球围着它打转 不得不承认 这位美国人口中的金小胖 国际宣传战功力还真是一流 正当金正恩教育大局的同时 我们的川普总统呢 他则是老神在在的又搭着飞机 回到海湖庄园度假 而且据说这一回没有带太多的国外幕僚 显然在他眼中 大局已经在完全掌握当中 不过你看看过去十天 美国几乎把所有的战略国防 以及政治筹码全部都摊在桌上 目的就是要震慑北韩 让它能够赶快的放手 而尤其是靠着军力展示 上个星期 美国是发射了60枚战斧巡逸飞弹 当然表面目标是对着叙利亚 但其实是在警告北韩跟中国 这个星期呢 美军又选择了阿富汗一处偏僻的山谷 把仓库里面已经放了14年 从来没有动过的所谓炸弹之母 GBU-43的超大型炸弹拿出来 轰然炸了一声 你看到在画面上看出的震撼力十分 据说杀死了好几十名的RS战士 以及摧毁了他们的地下巢穴 不过这个军力展示 你看到是效果实俗 又不见血腥味 显然的也是在再一次的警告北韩 可以说除了一些少数的强硬派之外 美国根本并不想跟北韩有任何的开战 周边的邻国更不希望 因为后果实在难以估计 但是美国必须用尽一切方法 绝对不能让北韩的核子武力发展 继续进行下行 因此用尽一切的力量 非要把它重新拖回谈判桌 而这一回川普眼中 似乎他看到了重新燃起的一线希望 那就是中国似乎在介入 而且开始帮助 至于中国在打什么算盘 当然这里面跟川普跟中国之间 有没有进行到任何的幕后交易有关 外界目前还不得而知 而中国的用心又是何在呢 至少到目前为止 似乎在这一点方面 美国跟中国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了 航大阵仗卡尔文森号打击航母群 原定从新加坡前往澳洲 突然掉头北上往朝鲜半岛即使 这艘核子动力级的舰母 除了有数艘飞弹驱逐舰 以及巡洋舰随行 焦点还有本身甲板上 多达70架的先进战机 这个战斗群过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立下标榜战机 甚至还海葬兵拉登 但一般人想不到的是 统领7000名官兵的竟是一名女司令 留着俐落短髮的她 巾帼不让须眉 诺拉泰森 美军史上第一位打击航母的女司令 2013年起还身兼美军舰队副总司令 她胆示战略与应变力兼具 打出这张王牌对付金正恩 川普摆明要对方别再蠢动 我们在导致一艘舰 非常强烈 我们有航母 非常强烈 比航空舰还能更强烈 我可以告诉你 我会说这个 他正在做错的事 摆出世界听我的川普更透露 川习会晚宴尾声吃甜点时 他如何告知习近平美国出兵叙利亚 也可能对北韩动物 我认为我们分析一样 我认为他是一位 我认为他非常强烈 我们有良好精彩 第一次我提到是北韩 所以他必须要帮助我们 北韩 当你告诉他 我会告诉你 我会告诉你 只因为你遇见我这么好 这么长时间 我必须要告诉你 你怎么回应 他回应了 他停止了十秒 然后他问他 批课的 请再说一遍 我并不认为那是一遍 他知道习近平在年底十九大前 得跟美国打好关系 两人在见面后五天再度通上电话 很给美国面子的习近平 重申朝鲜半岛无核话 但主张和平方式解决 也愿意与美国保持沟通协调 于是北韩核问题的中方团长伍大伟 10号亲赴南韩讨论因应方案 为了压制北韩 川普团队的重量级官员 更轮番造访东北亚 2月先由国防部长马提斯 访问日韩打头阵 3月再由国务卿提勒森接棒 颇速展开首次亚洲行 提勒森甚至亲赴板门殿 对北韩的话也越说越重 这个周末副总统彭斯也来了 三大巨头接连坐镇南韩 罕见至极 美国狂人多管齐下 对付北韩狂人 3月在南韩登场的美韩军演 气势更甚以往 两极装甲战车从海面抢滩上岸 强行登陆 加着海面与空中优势 地面作战也是势在必得 继3月的药英演习后 4月中名为关键决断的军演 继续加码 两场演习都动员约30万官兵 为如果真打起来进行杀盘推演 美军特种部队 海豹突袭队第6队还在南韩演练 刺杀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我们认为我们会看到 本来就从一种约定性的战略 也会出现 战略将是能复杂传准备 即使是攻击同时 凶攻击 现在兵成功 反正 这就是反应的反应 不僅是美國軍艦 也就是南韓國軍艦 正在一起工作 在距離南北韓分界線不到50英里的 南韓烏山空軍基地 監控室埋在地底深處 所有人員上緊發條 緊盯北韓境內的核設施 以及砲彈部署地 層層感應器得到的數據變化 操作員一一分析 在威脅來襲之前搶得幾分鐘反應時間 更在4月初測試 射程達800公里的新型玄武導彈 目標可達北韓全境的核武設施 給金正恩最強烈的警告 以川普為首的美日韓三方做足準備 加上習近平的支持 川普如虎添翼 他跟金正恩到底誰比較狂 狂人之戰一觸即發 究竟什麼是北韓的真相 會是這張照片嗎 在一次軍事任務成功之後 你看到金正恩高興地 把一名將領背在他的肩上 接受士兵的吆喝跟歡呼 真的是一副肝膽相照 或者是這張照片 你看到在很多北韓的大型活動 民眾那種歡欣鼓舞的樣子 動作是如何的標準一致跟樣板 究竟北韓的真相會是什麼 真是一團鳴雾 不過他倒成為了很多報道 跟甚至電視節目的豐富題材 接下來我們給你看的就是在南韓的一個節目 叫做今天去見你 他已經進行了長達五年所請來的 都是曾經從北韓脫逃的那些脫背者 他們在節目中不僅表現他們的才藝 更說出了他們內心的痛苦故事 當然這個節目更重要的任務 是幫助他們尋找失散的親人 在這個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了一些所謂的另番內幕 也看到了這些北韓人民 當他們湧向自由之後 他們生活所發生的改變 而這個節目也表示 只要南北韓沒有統一那一天來臨之前 這個節目將要永遠地做下去 不彎小腿不擺手臂 北韓女兵踢正步腳卻抬得老高 而且每個人動作都一模一樣 外國媒體驚訝折舌 封他們是迷你群機器人軍團 不僅抬腳角度得相同 就連行進速度也經過精密測量 金日成廣場216公尺 得在1分40秒內做完 女兵雙場前得日以繼夜 特訓半年 在訓練過程中 很多軍人們都很瘋狂的訓練 晚上五時到十時 然後一間正式練習 一間正式練習 但那不是不正常 晚上十時才睡覺 年度盛世阿里郎節也是北韓展現團結的好時機 宛如電腦合成的壯觀背景 竟然是由數千人拿色卡排出來的 這些小朋友得廢寢忘食 狂練三個月 先生們在訓練過日本人 日本人在訓練過程中 就馬上撒嬌 我真的死定了 因為飯也要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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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飯也要吃飯 所以飯也要吃飯 因為飯也要吃飯 我們最快樂的節目 現在就開始了 開始了 美姬找來十四位脫離北韓鐵幕的 脫北美女唱歌跳鼓 也坐下來分享北韓經驗 當中有金正日御用舞者 還有加槓的北韓女兵 那些人們在金日聖洞場 每晚的中央旁邊的洞場 他們一直在洞場 他們一直在洞場 所以我把金正日御用的名字 放在金正日御用舞者 我把金正日御用舞者 二十三歲的蒲顏美 是節目中最紅的脫北美女 上節目不為自己 而是尋找失散的姐姐 這套尋情之旅 二零零七年就展開 當年才十三歲的顏美 和母親溜過節洞的壓綠章 尋找獨自叛逃的姐姐 原本以為逃離獨裁地獄 沒想到抵達中國 卻是另一個噩夢的開始 今天我離開北美女 我看見我的媽媽被判斃 我被判斃的 她被判斃是中央旁邊的 它打擊了我 我三十歲的年齡 有一個事在北美女 女人是壞 但母親是強壞的 我的媽媽讓她被判斃 2014年 她豁邀到爱尔兰参加 世界青年领袖峰会 声泪俱下说出 血泪过去 在中国的两年 她生命如死 被人口贩子逼当欺欠 日夜暴力 性侵蹂躏 人无可忍 母女俩决定再度逃亡 我们很棒 我们准备杀自己 如果我们要回到南韩国 我们想你活成人 在懂得自由是什么之前 严美就被洗脑 在她的生命中 没有自我 奔向自由的严美 每天勤奋学习 不仅上了南韩大学 英文流利 甚至目前还在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就读 虽然高度曝光 让她活在危险下 但脱北节目 除了在北韩台面下 广为流传 在中国更大受欢迎 也因此让她与姐姐恩美 再度重逢 节目中年纪最大的脱北来宾 48岁前女兵李顺时 也透过节目找寻失散的骨肉 节目现在去见你 除了让大众了解 北韩铁幕后的真实情况 最大的目的 就是透过大平台 为脱北者找到失散家人 据统计 至今仍有13万人 因为脱北家庭支离破碎 老先生18年前 和妻女冒险叛逃 没想到在边境被抓 他被遣返严刑拷打 为了团圆 几个月后他再度冒险叛逃 这才发现妻女早被卖掉 下落不明 父亲 언제阿姨和二妻 最爱看得到吗 最爱看得到 在这里 明月以后 春日之后 春日之后 也很爱看得到 这次看得到 实际上 这次看得到 都看得到 最爱看得到 18年了 他人孤单一人 不愿自在梦里团圆 期盼透过节目的力量 帮他找到妻女 一字一句都触动人心 脱北节目缔造超高说视率 不仅有韩文版 还有英文版 对全球放送 正因为诉说着 北韩的真实故事 促成了太多家庭团圆 意义非凡 制作人说 节目要不断地做下去 直到南北韩 统一的那一天 美国联合航空 只花了一天的时间不到 就把自己弄成了 全世界最恶名昭彰 生命狼藉的航空业者 当然我们指的 就是这段 把客人强行 脱下飞机的暴力事件 跟他的全程 可怕的录影 可以想见 所有犯错的人 最后都会受到惩罚 也但愿联航 会得到教训 不过这个事情 也让我们思考了 好几点 第一个 怎么会有公司 公关的处理如此的拙劣 第二 也看到了 美国国内线 很多的航空业者 对于乘客是如何的霸道 而乘客的权力 又如何的 没有受到保障 连美国总统川普都说 今后这些乘客 如果他们愿意 让出座位 应该得到 无上限的补偿 达美航空 在这个星期 立刻响应 宣布对于所有 今后次元 让出位置的乘客 将给予高达 一万美元的补偿 当然我们也看到 这个事情 由于受害者的 特殊背景 也让大家联想到 究竟这跟种族歧视 有没有关联 他的律师 已经表示否认 未来追偿 也不会拿此 作为重点 但这个事情 倒是引起了一些 在美国 亚裔团体的 纷纷讨论 大家都认为 这事情 的确还是跟种族 有所关联 当然也让大家想到 是不是亚裔 在美国白人社会 都给人所谓 温顺的形象太久 也让他们的权力 也因而受损 美国时间4月9号 准备从芝加哥起飞的 联航扳机却变成流血事件 因为机位超卖 联航声称随机 选了他下飞机 还好有同机乘客 用手机记录 联航压霸粗暴的处理态度 我赶索了 所以我并不愿意 我并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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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撞瘦的航警 强行将陶大卫 从座位上拉起 我的天啊 他的脸硬猛力 撞上座位扶手 满嘴是血 眼镜从力量滑落 要求下机 这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的事 该做何感想 不愿意 这太难了 我的天啊 你看看他做了 不愿意 不愿意的陶大卫 在十分钟后 突然跑回座位 口中喃喃记 我必须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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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志不清的他 最后被带离机舱 送一治疗 搬机延误三小时 才顺利起飞 他和妻子 他们在一瞬间 但他们发现 最后的飞行 到今天 2.30分钟 他说我没办法 我必须要在工作 所以他坐下来 托人画面太不堪 联航不止被骂翻 还成了 The Most Hated Airline 最令人讨厌的航空公司 敌不过批评抵制声浪 CEO在释法两天后 终于露面 似乎是惊喜的 我认为第一个最重要的 是对 Dr. Dao 一个警察官员 不会再次到你航空的航空 要离开 一个联系费的 座航空的航空 我们不能做 但他一开始 可不是这么说 他先声称 冲突是一件不愉快事件 对必须Reaccommodate 重新安置的乘客 深感抱歉 正寻求和该名乘客对话 解决问题 但他发给员工的内部电邮 坚称连航 没有错 是乘客的态度太恶劣 让乘客流血受伤 还说他闹事好斗 根本是提优救火 眼看全球舆论之火 止不住 他又只好三度发声明 为此道歉 更说没有人应该遭到如此对待 但一切为时已晚 这是我曾经见到最悲惨的反应 我曾经见到公共交易危险 根据一般民航承载契约 航空公司有权拒绝乘客登机 或要求以上机乘客下机 只是挑谁下机 已存在争议 招好欺负的亚裔乘客 先开刀 也引爆舆论之火 航空公司会比较可能 这里不及格 对手赶紧趁我打劫 打广告反共 约旦航空的禁烟告示 写了这样的英文字 无论是机组员或乘客 机上禁止拖行 新南航空的标语 则被网友改成 我们打的是竞争对手 不是你 我们是联合航空 你做什么我们说 当我们说 然后会不会有问题 如果我们说你航空 你航空 如果辞ふ Möglichkeit security Oh my god look at what you did to him Give us a problem and we'll drag your ass off the plane and if you resist we'll beat you so badly you'll be using your own face as a floatation device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s embarrassing We can't start the show unless all the seats are filled and I need that seat filled right now so we're going to take care of this fellas do you mind let's do this No No No! I don't want to see the show! No! No! Please! Please! 曾名列美國形象最佳的航空公司 Fly the Friendly Skies 更是它最著名的標語 No! This is one! Oh my God! Look at what you did! That's how my mother used to get me out of bed to go to school every morning 托人下機 商譽 毀於一旦 事發後隔天 股票市值就蒸發了兩億五千萬美元 是被拖下機的醫生現年69歲的陶大衛 有腦震盪 鼻樑斷裂 鼻鬥受創 還掉了兩顆牙 他畢業於越南的醫學院 1975年越戰末期搭船逃難到美國 聯航拖他下機讓他大呼比越戰還可怕 他的家人對於聯航的道歉不但不領情 還聘請王牌大律師要把聯航告到底 For a long time airlines, United in particular have bullied us What happened to my dad sh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to any human being regardless of the circumstance We were horrified and shocked and sickened to learn what had happened to him and to see what had happened to him 聯航接下來要面對的除了下滑的業績 及巨額的賠償金 粗暴拖人下機 釀成巨大虧損 還真是得不償失 台北市長柯文哲形容新加坡是住在鳥籠的金絲雀 此話一出引起了很多不同的議論 不過根據中央社的報導 這句話在新加坡當地並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 頂多是一笑置之 甚至有人說當金絲雀有什麼不好 那新加坡人此時此刻最關注什麼呢 包括他們未來50年的經濟發展如何維持 以及如何能夠繼續保持 作為全世界最適宜居住的城市國家 在這方面我們倒是看到了新加坡的高行政效率 所發揮的執行成效 新加坡早在2001年就制定了一個 所謂全民樂於運動的全民體育計劃 希望到2030年的時候能達於這個理想的一個最後的結果 果然成效有成 包括你看到去年拿到了第一面的奧運金牌 同時也建起了有35公頃的體育城 甚至新加坡政府估計到去年為止 全新加坡的人60%每個星期至少運動一次 同時他們更把國民體育跟觀光結合 締造的新加坡馬拉松已經超达了16年 如今還有一個夜間馬拉松 今年更跨入了第10年 成為了亞洲最大的夜間奔跑活動 我們去帶你看看這夜間馬拉松 為什麼能夠辦得如此成功 農印山林間隨著太極拳緩緩呼吸吐納 來一場奔作精SPA 新加坡植物園是民眾沉醞的熱門地 其中一項運動在這幾年更是風行 跑步 新加坡屬於城市型國家 最適合推廣跑步 加上外來遊客 商務人士多 美麗的濱海公園步道 每到傍晚氣溫略降的時候 都是這般景象 跑步幾乎成了全民運動 在新加坡政府刻意推動下 有人零激動辦了一場 全亞洲最大型的夜間馬拉松 準備好了嗎 這名叫日落馬拉松 但起跑時間不是傍晚 而是半夜12點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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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6 7 7 6 隨著腳步前進 美景不斷變化映入眼簾 這場馬拉松化身熱鬧派對 少了比賽壓力 多了輕鬆享受 比賽共分四個項目 除了難度較高的全馬與半馬 還有較平易的五公里與十公里 今年已邁入第十年 共吸引兩萬七千人參加 大約三分之一來自海外 包括從台灣的遊客 都前來體驗這前所未有的夜跑 夜裡輕鬆跑 如果撐到最後 還能在終點迎接朝陽 畫下難忘又美好的據點 晚上的感覺真的是很不同 其實在我們這個新加坡 這個濱海灣都很漂亮 那夜間的景色其實跟百天也是不同 我也覺得夜間會比較涼快一些 笑容滿面的她是這項活動的創辦人 墨月琳也是新加坡知名的鐵人三項 和長跑選手 當初她自己會開始半夜跑步 也是出自於一場美麗的意外 原來2005年時她參加一項 168公里的超馬 每個週末都得練跑5到8小時 疼老婆的她 卻不想影響到夫妻相處 最後摸索出一個特殊模式 星期五就陪她去示範看電影回來了 她就去睡覺我就 對我就穿上跑步間去跑 通常也是就是12點 就是Midnight之後就起跑 跑到可能早上6點7點回來 那回來了我也可以就 就沖個涼就去睡了 就中午起來了 就整個中午好像還很正常 沒想到半夜跑馬拉松點子 如今還能與更多人分享 她在2007年成立運動公司後 隔年首度實現 半夜間馬拉松的夢想 第一屆就有6000人參加 此後這項活動年年半 規模也越來越大 今年一月還曾移師台灣舉辦 別看這樣一晚的活動 她從構思開始 大約要花上10個月 除了精力求精 也不斷創新突破 而以往在起終點的演唱會 都在室內舉行 今年首度搬到了室外 像今年的這個 Night Festival的這個概念 也是算一個是新的概念 這項馬拉松的起點與終點 對當地運動迷並不陌生 因為這也是新加坡F1的舉辦地 F1賽事從2008年起 連續九屆在濱海灣市街道舉行 成功為新加坡打響了名號 職業女網的WTA年中賽 去年也在新加坡舉行 而去年禮樂奧運 新加坡震驚全球 小將史庫林在男子白米蝶市 擊敗美國名將菲爾普斯 為新國奪下奧運手金 至今讓人驚驚樂道 透過這些大型賽事的強力聚焦 東南亞小國成功強化運動形象 新加坡小雖小 但政府效率一流 全新的體育城佔地35公頃 距離市中心不遠 光是有活動頂蓋的足球場 就可容納五萬五千人 在政府近十年努力下 新加坡運動風氣興盛 也讓這座花園城市 又多了一個運動城市的名名